老爪 老爪是嗎 老爪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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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大家好 我叫做姜蜜 姜蜜 今天是24歲 今天的名字是 我的胸 我的胸是30厘 我的胸 我的胸 我的腰是24吋 我的腳趁是 三三 拉 妳大聲 妳不要 妳很小 沒關係 好媳婦喔 沒關係 繼續 我的星座是 牧羊座 興趣 我的興趣是 烘焙 烘焙 有微微 做胖 微微 有旅遊 旅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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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到處玩 旅遊 我的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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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是 胸 胸 有胸 不是 三口 三口在哪裡 三口在哪裡 胸過 我的胸過 以前是 給你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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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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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他這麼多天 好歹酥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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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現在 現在是 燕丸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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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演戲喔 我是之前在讀護理系的時候 每一個科目我們都要去實習 然後我就 非常地去怕內科跟外科 為什麼 老人家很多 我的老人家 中部很多老人家 是不會講國語的 那我們平常就要衛教 衛教就是衛生教育 告訴他們一些相關的知識 我要用全台語去講 全台語 因為阿嬤聽不懂 所以以前遇到這種全台語的阿公阿嬤 我都偷偷推給同學 可是他們要聽你講完 他們應該就中風了 老師說我一定要試著去學看看 就試著 對 然後 平常就是用台語跟阿公阿嬤位教 我們現在教一個台中的老頭 可是 平常要有一個照顧者 他是被開刀的人 那就是你嘛 然後有一個照顧者 他開完到第一天 沒關係 就是脊椎手術第一天 痛了 阿姐 阿姐 這個要塞到哪裡 你會被燒掉 我不知道 不知道 他現在很痛 要怎樣 他很漂亮 我去找他 不行 你現在要怎樣 不是啦 這不是衛教 衛教是我教你 你沒有問我問題 喔喔喔喔喔 好 你好 阿嬤 什麼阿嬤 你為什麼 沒關係 阿嬤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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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跟妳說 妳的母 今天是開 很壞喔 妳就愛這種 今天是開刀的第一天 妳要幫她 歡心台北 歡心 好 我幫妳 妳不能這樣 妳幫我 來 怎樣 我幫妳 就是妳的雞雞的手 妳的雞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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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雞雞 這雞啦 妳的雞雞 妳的雞雞 這雞雞 這雞雞 放在這裡 放在這裡 這雞雞 放在腳掌 腳掌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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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知道 我知道 妳等一等 等一下 我翻過來 這樣喔 噢 噢 噢 你這樣嗎 我親過了 很痛 不 你還要這樣 不 你還要爛 就這樣 這樣 你的手 我的手 這樣 把它打一打 打 沒有 洗力了 洗力了 這樣 打 拍彈的意思 來 阿嬤 用力 死 死 死 呃 呃 吐下去 他這樣打得怎麼死 這樣也對吧 一大力的死 死 死 然後咳出來 死 死 死 好 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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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也好 死 死也好 死 死也好 很有問題 會不會投訴吧 不行啦 來 然後反正 後來老師就受不了 他說 聽 先叫其他同學來問一下 你不要再碰阿公阿嬤了 阿公阿嬤的反應是覺得好笑還是 他們就很茫然 很茫然 好可憐喔 所以我後來畢業走產科 負產 對 產科 因為不會 負產 一定會 但是還有遇到 還是會遇到那種 只會講台語的婆婆 問我要怎麼照 就是產後的飲食要怎麼 哇 那個就很麻煩 照顧習慣 但是那個因為就背起來 要吃什麼 你不能給你的媳婦吃 麻油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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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剛剛講麻油耶 你有酒 你酒 酒 不可以吃酒 不可以吃酒 還有什麼 吃酒 大師血 大師血 嚇死去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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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嚇死 你是不是常來威脅他們就是 嚇死喔 嚇死 因為他不會是形容跟敘述 就是會死掉就對了 到最後就是 嚇死 嚇死 這個還是 订阅3D新闻网YouTube 就是这么简单